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吧 许愿放生一万条鱼的功德 能抵消一千张小房子 消的业障吗 这个问题 许愿什么 放生一万条鱼的功德 能消一千张小房子 才能 能够消一千张小房子 才能消的业障吗 这个有可比较性吗 许愿多少 再讲一遍 一万条鱼 一万条鱼的功德 问题你没放 你还没放呀 你放掉了之后 这功德就大了 对不对 你许愿有功德 最多就是你功德的 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那他放掉呢 他放掉了 放掉了一万条鱼的功德 就很大了 能够 能与消一千张小房子 消的业障 这个比例 能比做比较吗 一千张小房子消的这个业 和放一万条鱼 消的这个业 有比较吗 这两点时间 七八百张吧 哦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 我刚刚都问了 明白了 我不会乱讲的 听得懂吗 为什么你知道 为什么有的富人 家里比较有钱的人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 他有钱 为什么他就在那还很少啊 因为他是 靠这个 他的福德 来转化为他的功德 明白了吗 他不停的放声 照样消消消他很多的债 他债罪孽 对对对 师父您说的对 也就是有的一些大老板富人吧 他虽然不念经 但是他特别热衷于放声 师父 对啊 他特别热衷于放声 或者他特别热衷于做慈善 他一善皆百债啊 他灾难就少啊 对对对 一样道理啊 对对对 那么他因为有资格 有这个能力来放这么多的鱼 那你说他是不是自己 这个过去的福德所为啊 是的 那你现在拿不住钱来放声的话 你是不是过去的 前世的福报不够啊 对对对 那一样道理啊 对对 那师父啊 这个鱼鱼的灵性大不大 娃娃鱼的灵性大不大 从修外道 都蛮好 有生命的鱼都 都不错的 都不错啊 好的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